美中贸易战对峙 美国品牌在中国市场面对越来越强的本土竞争 市占率受到挤压 假如美中贸易战开打 会令局面进一步恶化 因为拥有创新产品 并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当地竞争者 将加入强分市场大饼 根据对120亿家美国上市公司 公布在华销售数据分析的结论 贸易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快 美国企业市场份额减少的趋势 令美国在华企业去年多达 1800多亿美元的销售额受到威胁 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报导 路透社引述数据分析 中国品牌去年在价值人民币 6390亿的消费品市场中 占了75% 报告统计去年中国本土品牌 赶超国际竞争对手的领域 主要集中在21种消费品领域 例如护肤品、洗发精、婴儿奶粉等 中国本土品牌去年成长了7.7% 而国际品牌只有0.4% 此外中国国产汽车品牌 因为有国家的支持 过去五年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中 本土品牌正悄悄赶超 对福特、通用汽车和特斯拉构成挑战 同样的手机市场也有类似的情形 iPhone在中国的市占率 从2012年开始就徘徊不前 停留在10%左右 而本土品牌包含 OPPO、华为等正逐步超越 报道显示中国也正在扶植国内高科技领域的企业 例如医疗、半导体、制药等 力求减少对外国市场的依赖 而欧洲品牌也同样受到挤压 欧盟贸易机构最近说 来自中国品牌的激烈竞争 令许多欧洲品牌感到焦虑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